所以你是想让我单科满分 还是让我全部考满分 你要是能考满分 那你就考给我看 你能把语术英都考满分吗 你现在年纪轻轻 不要说大话行不行 用实际行动来证明 庄熙悦感到特别的无奈 因为语文和英语再怎么考 作文一般都会被扣分 能啊 我说能考满分就能考满分 在他的眼里 我就是在赌气 我就等着你的成绩 如果考不到 请你家长来办公室喝茶 你这个学生最好不要吹牛 老师 如果我真的能完成这个挑战的话 你会给我什么样的奖励 啊 这 哼 考试之后等你的成绩出来再说吧 这次的模拟考试很重要 这次的分数几乎就等于高考的分数了 这几天 所有人都在认真学习 咱们学校的未来都掌握在你们的手中了 各位同学要好好的学习 考不到好的成绩 你们以后就只能进场了 然而 我肯定是个意外 没事做的时候 就在睡觉 恳瑞 咱们要进行二模考试 你就不需要准备吗 你看看咱们现在全班同学都在努力 你好歹也要努力一下吧 乖女儿 你放心吧 我会考好成绩的 恳瑞 大家今天都拿书回家复习呢 难道你什么都不拿吗 都是我会的题目 我为什么要拿书回去复习 今晚我还打算熬夜看球赛呢 呃 你不怕考得倒数第一吗 放心吧 我肯定会考第一的 你往哪里走 你家不是这边吗 我要去电竞城 都什么时候了 准备考试了 你还要去打游戏 什么鬼玩意啊 平时来到这里不是有很多学生吗 这几天的时间竟然没有一点生意 老板 最近学生都忙着考试呢 可是就算是平时有考试 也有很多学生来到这里玩游戏呀 你有所不知 我们这一次是二模考试 考出来的成绩跟高考成绩是息息相关的 如果考得不好 最后都是要被教家长来办公室里喝茶的 所以那些学生当然会害怕自己被教家长呀 行吧 那你这小子就不怕被教家长吗 我没跟他过多解释 随便找了个位置开始操作起来 直到傍晚 我刚出来就碰到班主任 烂泥扶不上墙的家伙 明天都考试了 还跑来这里 还说考满分呢 你这怎么考 回到宿舍 文睿 你打算就当电敌吗 放心 我们一定会报你的大恩大德 还真的是仗义啊 这次又选择当电敌啊 当初考试我就因为差几分直接被教家长 高得我跟我的对象都分手了 难道你就不怕被打死吗 文睿 明天我们就看你的表现了 看你这么的有信心 我劝你还是早点复习吧 不要再荒废了 你真的认为临时报复脚可以考得好吗 放心 就算是我不复习也考得比你们好 哼 那你就等着吧 今晚可别关灯哈 我要复习 第二天第一场考语文 我拿出笔 刷刷地写着题 又下来都非常的畅通 行云流水 而班主任拿到试卷一看 差点就要吐出来 居然要写离骚这首诗的全部意思 而且是每一个字每一个意思 这是什么变态的题目 出题的老师是不是抽风了呀 还是我拿错试卷了